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青丛哥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赌博默示录动画版第一季的精彩故事 上回说到,凯斯买断石头卡的计划,被买断布卡的红衣金发男狙击 红衣金发男买断的刻着石头卡的布卡30张左右,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他要求和凯斯展开最后一战,凯斯却表示可以对决一轮 但这一轮对决是生是死,双方都要压上全部的星星来熬引一把 红衣金发男觉得这个要求有些过分,因为凯斯只有一颗星星,自己却有四颗 况且他是打算只对决一把就输手了,怎么可能如此冒险 凯斯联盟有提议要比两场,红衣金发男有些不耐烦了 再次强调了一遍,自己只比一场,无论输赢都不会再对决了 凯斯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说,那好,咱们就比一场 两人来到赌桌前,红衣金发男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牌准备放下 凯斯却突然转身要离开,这样金发男十分气恼 问他是不是要临阵退缩,凯斯却犹豫片刻,从口袋里掏出了六百万现金放下说 这是我的生死一战,输了就要进小黑屋,所以说钱也用不上了 这一轮我压上这六百万和仅剩的一颗星星,你压上三颗星星,怎么样 红衣金发男这一遍三人觉得凯斯的提议毫无道理 因为一颗星星的价格大概是五百万,六百万根本买不到两颗星星 这压住不公平,凯斯却坚决地表示 这六百万并不是要抵换两颗星星,而是自己落败后心甘情愿奉上的奖金 至于另外的两颗星星,自己虽然没有 但自己的队友古田和安藤每人还有一颗,也可以全部压上 凯斯此言一出震惊到了所有人 古田和安藤连连把手,求凯斯放过他们,不要拉着他们一起死 凯斯激动地告诉两人,现代剧的游戏结束还剩四十多分钟 此时不搏一搏,那么就没有机会了 现在只能亲近所有压上梭哈,或许才能有一丝转机 然而安藤和古田却连连拒绝,不愿意让凯斯拿自己的星星冒险 红一金发男结三个人磨磨叽叽地闯上一团 有些不耐烦了,带着伙伴们转身就要走 凯斯立即过去,将这六百万送到他们手里 恳求红一金发男等自己五分钟 自己会在五分钟内说服队友 如果五分钟内,自己无法说服队友拿出星星 那么这六百万都归红一金发男所有 凯斯这近乎疯狂的举动,让所有人都打吃一惊 安藤和古田都难以理解,劝说他冷静下来清醒一点 然而凯斯却激动地告诉两人 现在根本没有其他方法 如果不这样孤注一掷,那就只能静静等死 没有任何退路的我们,就只能这样背水一战 相信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拿出勇气来 凯斯这番话慷慨陈词 安藤和古田纠结一番后终于狠下心来 同意了他这疯狂的举动 然而红一金发男却突然有些心虚 想要弃拳,不和凯斯比了 凯斯瞬间暴怒,走过去狠狠地撞了他一下 然后气势如虹地,开始破口大骂 视则他的无耻懦弱 表示自己这边,三人已经压上了所有星星 金发男这边的三人,现在每个人都有四颗星星 却不敢拿出来三颗和自己对决 实在是胆小懦夫 这一通嘴炮叔叔挑衅,彻底激怒了红一金发男和他的两个同伴 金发男的两个同伴怒不可遏 催促他同意凯斯的挑战 红一金发男随即咬牙切齿地表示 比就比,自己会亲手将这三个垃圾送进小黑屋里 凯斯和金发男两人来到堵桌前 倾尽所有的all in一战,正是他想 这一战凯斯一旦输掉 他将和两个伙伴一起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时,两名黑衣人过来 站在蓝藤和古田后面 显然主办方并不看好凯斯的孤注一致 准备等这一轮结束,就立即将这三人带走 凯斯拿出剪子石头布三张猜拳卡 谨慎地从中挑选出了一张 而红衣金发男也从胸前拿出了一张猜拳卡准备放下 这时,注意到他们这生死一战的其他选手错过来围观 这些不满三颗星星的参拜者 无比希望凯斯三人能够失败 这样会场里的低星选手就会减少三人 游戏结束后,星星也会更容易买到一些 凯斯感受到了这四面楚歌的战局 明白所有人都在期盼着他的失败 不过他诧异地发现 有一种东西在自己的血管里跳动着 这种感觉让他无比的兴奋 让他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一直以来,他都是过着昏昏噩噩的生活 仿佛置身于虚假的世界之中 也正因如此,他才会沉迷赌博 然而这一刻,他第一次确确实实地感觉到 自己在活着,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其实他一腾开思就是一个天生的赌徒 只有这种梭哈的生死赌命游戏 才能让闲鱼一般的他体会到快感 开思目光灵力,气势如红地将选出来的猜拳卡拍下 红衣金发男望着开思疯狂的模样 嘴角勾起似得意的微笑 心中思量着,这个存活一路摔到了现在 还在想着运气吗 这所有围观者都盼着他输 他还真是看不懂局势 我现在只要把这张多余的猜拳卡用掉 就可以从这场游戏中胜出了 想到这儿,金发男更加得意了 将猜拳卡放下,然后悄悄掀开一脚 突然神色一变,当即要求换牌 不过黑衣人表示,牌放下了就不能反悔了 只能继续比下去 红衣金发男没有办法 只能咬紧牙关将那张牌放下 他的同伴察觉到了一丝一样 连忙小时问他怎么了 金发男额头冒出冷汗 第一声说,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有一种预感,一种不祥的感觉 似乎忽略了一个致命的破绽 但我也找不到那个破绽在哪里 这时,开思却笑了出来 他盯着金发男说,你的直觉不错 的确是有漏洞 而且你的漏洞也被我找到了 第一个破绽时 你找我要求对决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 你说要和我进行最后一战 无论输赢 你们三个怎么都不会再和其他选手对决了 这句话就是你最大的失误 第二个破绽时 我刚才假装同意和你比一把 然后你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牌要立即对决 显然那张牌是准备好的 而如果这是你们的最后一战 那出什么牌 也一定是你们三个人商量好的 通过这两点 我就很轻松地可以推断出来 你在这最后一战会使用哪张猜拳卡 金发男大吃一惊 愤怒地表示 开思这是在吃人说猛 然而开思却冷笑一声继续说 你我都是想出买断某一种猜拳卡这一战略的人 所以说我了解你 我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出于什么目的 只要和人对决就会有风险产生 你们现在已经胜券在握 为什么一定要找人进行最后一战呢 这只有一种可能 你们手中的猜拳卡 不能通过内部平局消耗掉 有一张是多余出来的 正常来说 你们收集到的卡片 是可以通过平局来进行内部消耗 但如果有一种卡片的数量是基数 会多出来一张无法处理 你们就需要找到一个对手来消耗掉 这一点确定好后 你们多余的猜拳卡是哪一种 你就不难去猜测了 当然 我的推测也是基于常理来讲 如果说有什么意外情况 我也只能认命 你们垄断的是布卡 目的是 狙击我们垄断的石头卡 而剪刀卡和石头卡 不在你们的数据范围内 所以说 你一定会刻意地保持 这两种卡片在偶数 以防最后不能利用 内部平局的方式消耗掉 而布卡是你们积聚我们的武器 你无法判断 会和我们的石头卡 进行多少轮对决 所以说 不会刻意地去把布卡的数量 控制在偶数 而现在你主动找上门来 要进行最后一战 还提前准备好了猜拳卡 显然你们的布卡是基数 要找一个人对决 消耗掉这一张卡 说到这儿 开斯气势如虹地 将放下的猜拳卡翻开 露出一张剪刀 而金发男 早就没有了刚才嚣张的气焰 贪婉跪倒在地 根本没有力气 再去面对这既定的结局 没有办法 可以人替他掀开了他的猜拳卡 果然是一张布卡 这一轮开斯逆境翻盘 一举赢下了三颗星星 现在开斯 安腾古田三人 每人都有两颗星星 还差三颗星星 他们就能从游戏中胜出了 开斯这破釜沉舟的一波 在这无尽的黑暗中 活生生撕开了一道光明 让伙伴们看到了希望 经历过如此大起大落的古田和安腾 对开斯佩服的五体投地 不过开斯表示 这也有古田的功劳 古田在收集卡片的时候 曾经问过开斯 现在剪刀卡两张 不卡四张 要不要再继续收集 开斯就在这时 意识到垄断石头卡的同时 还要尽量保证 其他两种卡的数量 再一个偶数 方便游戏快结束的时候 进行内部平均消耗 这就让开斯在第一时间察觉到 红一男来找自己 进行最后一战的目的 就是消耗掉 他们手中多余出来的一张猜拳卡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 尽管开斯用这绝顶的智力和洞察力 但也会有考虑不全面的地方 而伙伴的存在 会令他再次确认 补足忽略调的漏洞 此时 另一边金发红一男团队三人 发生了内讧 金发男怪两个伙伴催促自己 让自己在开斯面前露出了破绽 而两个伙伴也怪罪他太过鲁莽 损失了团队的三颗星星 三人吵成了一团 甚至有大打出手的异象 看到这一幕的开斯 眼神中闪出凶狠的神色 缓缓开口 对安藤和古田说道 那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金发男团们手里有30张布卡 咱们就把布卡也垄断掉 安藤和古田 被开斯大胆的想法震惊到了 这时 游戏会场中 流通的猜选卡数量为 石头卡60张 剪字卡28张 布卡61张 如果开斯团门 重新买断的策略成功 那么就等于控制了 整个游戏的胜负 在场的所有玩家 都将是人有宰割的羔羊 然而接下来的游戏 真的会如此顺利吗 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呢 漫漫长夜落幕前的终极一战 将会无比的血腥残忍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 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